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外语机构CGTN 5月22日早上10时许宣布袁隆平死讯 11时许袁隆平秘书保健医生湖南省委宣传部等多方通过大陆媒体辟谣称袁隆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死讯不实CGTN也在微博为物报致歉 下午13时许 新华社宣布袁隆平于当天下午13点07分 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 坐时死讯 袁隆平死讯的反复引发了外界的普遍猜测和议论 有网民在网上质疑CGTN作为外语频道是否有境外势力渗透 故意错报信息 打击官方公信力 有海外媒体则援引推特自媒体消息称袁隆平其实上午已经死了 只是地方当局还得准备好用于政治作秀的送别仪式 因此 先辟谣 然后 等准备好了 才于下午发布信息 接受暗访的湖南体制内 匿名知情者张女士 对博文社记者独家表示 事实上 袁隆平老先生 上午确实没有去世 不过 也已经是生命垂危 正在接受抢救 而政府的时候内部调查显示 CGTN 在听说袁隆病危的消息后 就准备了复告 以备 一旦噩耗传来 能及时发表 却因为员工的疏忽 在复告拟好后 就立刻发了出去 逼得有关方面 不得不出面辟谣 但不幸的是 袁隆下午真的去世 可以说 此事纯属意外 不存在一些人揣测的那些情况 由于时间关系和消息 高度敏感 张女士 没有回答博文社记者的进一步追恩 但对他前面的话 做出补充 首先 为名人准备复告 无可厚非 国际上 很多媒体都是这么做的 也一样出过事故 其次 千万不要低估了政府的组织能力 在突发情况发生时 安排群众送别 媒体宣传 可以说是一如反掌 毕竟 有关方面 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另据一位身在北京的匿名消息人士 向博文社记者透露 目前 中共已经向网控部门和各大网络平台下令 严厉防范和打击互联网上 可能出现的两种声音 根据有关方面研判 敌对势力 可能从两方面做文章 网上 也可能出现两种不和谐的声音 这位消息人士说 第一种声音 极致以中央神话袁隆平 忽视其他科学家的贡献 甚至指控袁隆平 学术不端 不符合当下宣传的主旋律 第二种声音 则是恶意炒作 袁隆平 涉及三年饥荒的言论 拿袁隆平 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 所说的那三年 饿死了几千万人 亲眼见到五个恶票说是 这会让提倡两个三十年 互不否定的中共领导人 脸上无光 各有关部门 已经被要求发现 这两种言论 要立刻查删 必要时 要果断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博文社记者发稿 博文社 和博迅网纽约总部 一直无法联系 袁隆平秘书 湖南省委宣传部 和中国网信办 就有关报道 正式制评 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 肯定不只是袁隆平一人的功劳 官方对袁隆平 或有过度拔高之处 当局对他的宣传 也带有一定政治目的 但他对于中国杂交水稻的研发 显然是 功不可没 如何客观评价袁隆平呢 上海大城律师事务所 王光明律师认为 养活13亿人的 不是杂交水稻 或者袁隆平 而是改革开放的政策 和市场机制 事实上 迄今为止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播种面积 并不太大 推广有限 我们日常吃的米 绝大多数 都不是杂交水稻 而是普通的梗米 杂交水稻 都是鲜米 口感欠佳 世界上主要的水稻产区 如泰国 越南 印度等 都不是靠种植杂交水稻的 杂交水稻 大幅提高单产 更多的意义是 确保粮食安全 提供储备 饲料和工业用途 并不直接反映到 多数老百姓的饭碗里 改革开放之初 农村经营承包则认质 释放巨大能量 一下子解决了吃饭问题 也不是因为 有了杂交水稻 而是 要吃两找紫阳 要吃米找万里 袁隆平 搞杂交水稻科研公关的时候 正值文革期间 阶级斗争为纲 如果不是文革的结束 科学的春天来了 它的科研成果 能否被接受和推广 它能否成为英雄人物 都是值得怀疑的 吃饭问题 是基本的社会问题 不是一个发明 一个品种所能解决的 决定性的因素 还是制度本身 军部剑 苏联时期 作为世界粮仓的乌克兰 曾经饿死数百万人 曾被誉为 非洲南部明珠的金八部围 耕地资源丰富 40%的出口收入 源于农产品 却在伟大的木家贝的长期统治下 60%的人口 处于饥饿之中 相反 人多地少的日本 没有杂交水稻 就靠持续有效的农业政策 一直保持稻米自给率的100% 且品质优良 没有饥荒之余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阿玛蒂亚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是 人类饥荒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没有一次大饥荒 是发生在 有民主政府 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在那些独立的 实行定期选举的 有反对党 发出批评声音的 允许暴致自由报道的 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 提出质疑的 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 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无论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